大家好,我是小玉,我现在又回到了巴西的圣保罗 我之前来的时候是一个人 然后我离开圣保罗大概有一个月了 在巴西也有一个多月了 然后这次回来,我带回来了一个人 哈喽 哈喽 在巴西里约斯的一个比利时人 我们在那边玩了好几天 然后呢,我现在为什么要回圣保罗 因为我比较想念中国的食物了 圣保罗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日本街 日本街这边有很多日本餐厅 韩国餐厅,还有中国餐厅 甚至还有中国的超市 中国超市之前我有进去看过 卖很多中国产品的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惨了 因为这个比利时朋友 突然要去日本 我跟他说这边有条日本街 他很兴奋 要跟着我一块来 然后现在我们去 显然日本街很有名的拉面店 去吃拉面 但是圣保罗这边还是比较危险的 哈喽是超市场 这个是中国的产品 这个都是中国来的 这边的华人很多 日本人特别多 据说是日本人的第二故乡 走着走着就看到一家 中国超市的美洲食品店 门口就看到我们爱吃这个小青菜了 这边的日本大米很有名啊 因为这边的日本人很多 这个都是中国的零食啊 看一下价格 火锅底料都有啊 哇塞 这是广东凉茶 跟大家讲他特别喜欢吃泡面 这个是中国的草药 这个是中国的草药 这个是中国的 中国的草药 都有,you can try it,this is like a kind of tea,it's a little bit sweet but very good,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you know this is a winter melon tea,看到了中国人, 这个超市不是很大,我们等一下去那个大一点超市,花点心意,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这边老板是台湾人,吃我一次,然后买了这么多,看价格多少钱 53碟,68块钱人民币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I like noodles. You like noodles? Yeah,this is so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大家看在我对面那个有灯笼的地方,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日本街, 对面有两家这个中国餐厅,最近还有烧了,Japanese restaurant, 那我感觉现在亚洲回到了亚洲一样,太幸福了, 这边日料特别的多,而且不是很贵,50人民币以外,最便宜, 所以我最近都很感谢他比较小哥的翻译,因为他会讲西班牙鱼和葡萄牙鱼, 我们买了这个茉莉花茶和这个汪老鸡,我跟他说汪老鸡很好喝, you want to try this,the name is the 汪老鸡, 这个去火茶, 第一次喝这个汪老鸡, 第四次喝的中国买了吗? 第一次喝的汪老鸡呢? 一种喝的汪老鸡,这个汪老鸡 这就是汪老鸡, 禁饪老鸡,这就是汪老鸡的汪老鸡, 就是汪老鸡的汪老鸡, 怎么说汪老鸡的汪老鸡? 这个汪老鸡的汪老鸡, 是汪老鸡的汪老鸡, 汪老鸡的汪老鸡的汪老鸡。 Sweet but good, okay, smells sweeter than the other one, yeah, it's lighter, this one, and this one is more sweet, you know this, if we eat spicy food, we always take this, and this. 他们这个贴了葡萄牙语的标签,他们这个上面,听口的都有贴葡萄牙语的标签, 我们在巴西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天都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食物,整个人的胃都搞糟糕了,然后我的这个脖子还上火,所以我要来这个盛宝勒去一下火,这边好吃的太多了,你可以住在这个日本街附近这边吃的亚洲食物特别多, 这是我们点的饺子,这个他们家的拉面,看起来不是非常正宗,但是看起来还不错,这个是酱油,哇,太好吃了,好吃,走菜线的饺子在森堡罗吃到了,太好吃了,这个饺子二十多块钱,用筷子用的挺好的, 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 里面放了这个,竹笋一样东西,还有鸡蛋,有一些葱,这个豆芽在这边,但它豆芽好像不是很新鲜,这个是,I think this is pork, 像猪肉,一碗拉面,50块钱,比较便宜的,尝一下,说实话,我是特别的正宗,然后价格跟机场差不多,好像一个损呆, 晚上啊,大部分的店铺关门了,这边关门都很早,像对面有一家叶子屋,不知道是卖什么的,看一下美食新大陆,这个西梅洞, 上面是日文,看一下哪里层的, 这个是从中国,这个广东的,是好家,太幸福了,两块钱一瓶要快二十块钱,贵哦, 这个是从中国,王老吉,里面混合了中国的,韩国的,日本的各种零食饮料,发现了中国的奶瓶子, 但是好贵哦,看一下价格,三十块钱一瓶的奶瓶子,那上面是有中国,中国产的,太贵了,放下吧,我们去一下那个这边比较大的一家,中国超市,现在应该还开着门的,叫那个佳河, 中国酒店,荣城酒店,还送外卖的,这个火锅,里面火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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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 首先就是卖中国饮料的特别多,这些啊, different Chinese drinks, 中国人, Chinese like eat this, you know what this i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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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and oh, they have this, I'm not sure we can cook this, and this is for dumpling, this is dumpling,还有这个葱花卷,这个价格, 肯定是比国内贵一点点啊,这种一盘饺子,也就二十块钱不到,一大包,二十块钱左右,还好吧, 中国超市卖的就是,豆腐啊,那些会有,会很容易找,还有就是,中国那些调料, 哎呀,这个中国火锅底料,这挺便宜的啊,一小盆才十块钱不到啊,这个, 这个,所以可以炒菜嘛,还有这些, and you know this is for Chinese New Year, you want to go to China for Chinese New Year? 耶,我说,先来带你逛一下中国超市吧,贵啊,四十里啦,五十多块钱一包呢, 茶具,茶具这边卖的好贵啊,八百多,一千多,运输到巴西真的很远, 所以价格高也是,啊,正常的,这都是中国的调料,这个, 他们老外根本搞不清楚这些调料是干嘛的,就,我都分不清老抽和生抽的区别啊, 那这种老抽生抽的价格,其实还好啦,这边基本上调料都能买的全, 这个其实还好,很便宜啊,但这种就比较贵,中国绿茶,这好便宜啊, 一瓶这个玫瑰瓦菜十八,猜局一颗才这么,这么瓶, 这边有枸杞,好全啊,还有这个中国的六神花露水, 这些咱们就不吸死了,这边这个价格超市卖的真的好全啊, 还有这些板栏根,板栏根,所以这家超市价格真的很良心啊, 不是那种credit价格,我很喜欢吃这个,但这个太贵了, 香菜面,看到了酱香拿铁, 除了吃的像这个中国用的一些筷子啊,什么的, 电饭堡啊,这边都有, 挺贵的,三人多一包, 这个如果你有哪儿不舒服啊,身体不舒服啊, 来这个超市可以看到卖啥的都有, 像个小型药房一样, 这个还是中国人吃中国的产品比较有效啊, 中国的饮料都, 在国内都不吸食啊,但在外面就想喝, 找到这个烧腊垫了, 还没有关门, 他烧没有了, 弄那个那个还没有, 有这个炒菜, 这是涨价了吗? 都涨价了, 这个是巴西的国民饮料, 那个瓜拉纳, 你是哪里人啊老板? 我们是广东的, 我想到你是南方的, 这些都没有, 明天有吗? 明天有, 明天我们来吃炒粉, this is for tomorrow they have, but today it's finished, 我特别喜欢吃广东炒粉, 我们在这边开了好几年啊, 天椒炒牛肉, 有吗? 没有, 我上海内的, 吃过了, 看到你家这个, 感觉应该挺好吃的, 这个你家还有分店吗? 25街我吃过, 然后里约, 我们从里约那边过来的, 我送外卖要加钱吗? 还是一样价格? 哪里? 就旁边, 我们就是在旁边那个大楼, 圣保楼卖的这个青椒炒牛肉, 闻一下, 哎, 很香哎, 感觉就很好吃, 老板娘特别好, 就是别人那个店的外卖, 因为他们家主要是送外卖, 先给我们了, 他们家主要是快关门了, 那个中文米饭, 因为中国人很喜欢, 就是点一份菜啊, 再做一个饭, 日本米还是中国米啊? 日本米, 这是日本米, 我看起来很香, 很香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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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肉啊, 它那个牛肉特别的嫩, 这边的肉其实比蔬菜要便宜, 所以单点从都在还不如点, 蔬菜加肉, 其实价格都差不多, 那超市买菜其实不便宜, 条街中国人很多嘛, 就是中国人很多的, 那这边日本人也很多耶, 吃个新的, 对, 太多, 今天都休息了, 今天周一都休息啊, 对, 你们这边是新店吗, 没有, 他说这个特别好吃, 你应该再来, 特别好吃了,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对比了一下, 还是中国食物对咱们的口味啊, 中餐好吃, 刚刚加和超市一条街, 走下来, 一个很小的门边, 但旁边都是中文写的中文字的店, 还有中餐打打笑, 大家好, 我今天吃了两家中国超市, 我买了, 前都是泡面泡面, 但这个是我最爱的, 康师傅, 康师傅, 这个是意外啊, 我买了一盆这个, 韩国泡面, 最重要的是, 我买的饺子, 还有这个重庆酸辣粉, 呃, 还买了一几个, 这个中国的饮料, 竟然买到了普洱叉, 价格真的跟中国差不了太多, 最关键的是, 搞笑, 最近觉得身体不太好, 买了这个爱揪条, 这个爱揪条, 怎么用的呢, 讲必大家都知道, 把这个点燃了, 哪里不舒服, 就哪里, 太幸福了, 买到了中国这个清涨油, 这么多东西, 买的差不多, 100块钱, 人民币, 然后最重要的是, 小子太幸福了, 我妈天天关注我的账号, 怕我吃不好, 喝不好, 不要介意啊, 这个泡面是纯属改改口, 改改这个口味啊, 这个家的味道, 旅行这么多国家, 还是中国的味道最香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旅行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和订阅, 每个订阅都是我, 去看守更多国家的动力, 谢谢,